大家好 又回到我們《芒向編輯部》YouTube Channel時間 有我來自澳洲的珍必詩 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亦有來自馬來西亞的大馬Sir 各位好 在節目開始之前 請大家為我們三個頻道 《芒向正向曬冷氣》 點讚、分享和訂閱 《啟抗疫》 拼經濟反網報 好了 今節我們就說一下丸仔立陶宛 丸仔立陶宛 就是這樣說的 要將中國告到底 原來 一位駐日內亞的貿易官員 就跟媒體說 世界貿易組織 將任命專家小組 審查歐盟針對 中國對立陶宛實施的 專利 還有就是貿易限制提出 兩宗訴訟 之前有媒體也說 其實歐盟就說你是否真的要告 立陶宛說是 告到他們 誓死盜相除 另外 中國的貿易官員 在WTO 即是世貿組織會議上 就是 嚴正地指責 立陶宛 北京就說華盛頓 為這個單邊主義 這個行為 是他們才是單邊主義的實施者 美國 當然是幫助立陶宛 也說 中國採取非法的報復行為 現在立陶宛很厲害 連美國也是侵入來玩 這位不願意開名的 WTO的官員 就跟媒體說 其實是大潑冷水 其實 他們的WTO 爭端解決機制或者仲裁機制 是很難幫到立陶宛做什麼實質的事 理由 有 兩個 第一 就是 中國是歐盟 最大貿易夥伴 在 世界貿易組織 爭端解決機制 嚴重削弱之後 為什麼會嚴重削弱? 問問特朗普 特朗普搞的 這些案件 等於 給了 上訴或者 訴訟 很棘手 很長時間 第二 當他真的搞了 起碼要5年時間 到10年時間 我們之前說過的內來會10年 立陶宛究竟有多少實質的東西可以拿回來呢? 所以是大潑冷水 主要是時間很長 審幾年 中國 又是 上訴或者反駁 又審幾年 10年干警 會不會10年之後立陶宛已經變成世界第一的 晶片製造地呢? 不好意思 你基礎 很薄弱的話 你走的路是軟一點的 是辛苦一點的 如果 我坦白一點說 如果你要 發位 你發了很久了 不是等現在的 但是他們有台灣地區 數位部長 數位不是幾位 是數碼部長 唐鳳說幫他們 你投資多少 千多萬歐羅 不行 做個app 不夠 不是不行的 不夠 做個立陶宛點餐app 這樣就應該有凸 有多 千多萬歐羅 千多萬歐羅正的點餐app 真的有多 有凸 我想這個 立陶宛也有優記 所以應該不用 有關中國和立陶宛的貿易爭端 當然 他們就說 因為中國報貨 歐盟 指控中國對立陶宛的進出口 以及包含 立陶宛的一些 零件或者成份的歐盟出口 產品 是採取歧視性和脅迫性的措施 歐盟 就說 中國以衛生為理由 對立陶宛的酒品 牛肉 與製品 原木 泥炭 還有小麥實施禁令 他們就說中國這樣做是不合理的 在專利問題上 暴露塞爾 質疑中國法院 在2020年8月做出的決定 禁止 歐盟高科技專利所有人 向歐盟法院 求助 保護他們的知識產權 上述官員也說 北京代表在 世界物體組織仲裁機制機構 的會議上就說 中國對歐盟堅持 專家組的決定 感到遺憾 一定要找專家組去搞 一定要仲裁 其實 我相信不是歐盟的意思 但是立陶宛吵得太厲害 中國也說 中方 將會積極捍衛他們的 措施的合法性 當然立陶宛究竟行不行 我當你行 都需要 十年 五年 但是 五年之後 你又可以得到什麼 我大膽建議 你用五年的時間 修補和中方的關係 會不會更加實際一點 因為立陶宛 是早快大選 所以 會不會換了政府又不同呢 會不會好像變成澳洲 其實我覺得 突然之間換了政府 好像我們途中的 藍絲貝吉斯這個外長 Votorola 會不會突然之間好一點呢 也有機會 其實立陶宛 曾經 很多次公開挑釁一個中國的原則 但是 它又頂不住經濟壓力 立陶宛 國土面積很小 6.5萬平方公里 人口不夠300萬 本來的小日子都覺得挺滋潤的 不過 你知道立陶宛 不知道為什麼突然之間跟台灣地區那麼好 其實它也是打算跟美國賺錢 只要美國贊成,立陶宛也支持 立陶宛 當然 美國反對的當然要反對 其實美國 之前也給了一點點好處立陶宛 不過就不多 只是10億8億美金 但是立陶宛說真的 都是大院小國 去年11月立陶宛 亦都是不顧中方的強烈抗議 反覆交涉 允許民進黨黨國設立所謂的 駐立陶宛台灣辦事處引號 開了製造一中一台的 惡劣先禮 中國就立即 宣佈降低跟立陶宛的外交等級 同時撤回駐立陶宛大使 並且對立陶宛的商品 實施限制 當然美國當然是 贏了一贏立陶宛 但是 好像最近都很少出聲 但是歐麥 交了一份表給 WTO 世界物體組織 之後好像後續的東西也不多 其實最初立陶宛也挺嘴硬的 就說 我是主權國家 這個藍絲貝吉斯說 我又選擇自己外交的對象 外交引號 當然台灣不是國家 但是立陶宛 後來還是有一點點軟化 記得我們之前做過一支節目 去年11月底的時候 他們的經濟及 創新部長 艾爾莫奈特 接受訪問時 現在在全球 的經濟當中 我們所有的價值鏈都是黏在一起的 你想完全排除中國是不可能的 還有 其實 官方也顯示 中國和立陶宛的貿易額 本來都有十多億美金 我們都說過17.2億美金 但是 很嚴重 去年 只是只有8000萬美金 是降了81% 其實立陶宛 你看到他 他很壞 一會兒就說 我們不可以排除中國 他在台灣地區問題上 他又好像跳來跳去發現 有經常派那些什麼 次長 台灣人就很喜歡叫副部長的次長 其實我很討厭這個字 一廁所 廁所掌 當然他不是那個次 很少報導了 太多了 每個月都去兩獲 去到便宜了 你說得對我便宜了 當然就向WTO哭訴 說受到不公平對待 事實上的確確 立陶宛是自討苦吃的 我們都說了 誰那麼蠢 全世界是只有你 將 辦事處的名字改了名字 當時這個蕭若元還說 美國很快都跟著做 沒有 不要經常說草案代表法案 當然 這種 難聽說自己搬石頭 是撐自己的 立陶宛 立陶宛的國家廣播電視台 也說立陶宛是犯了我的錯 是不應該 承認台灣當局更加不應該允許他改名 開設那個懶鬼代表處 不過現在這樣 為時已晚 你說他 是不是公開支持台 他又不敢這麼說 他 有很壞的事情 我們是支持一中原則 但是 你做的事情不是 你不要當別人傻 你就說我支持一中原則 但是你做的事情 已經是違反了 當然 其實我都覺得很多事情都是自動 你如果搞什麼代表處又改名 很多中國大陸企業 覺得你 是站在 中國人的對立面 他就不幫你賣東西 就像澳洲那樣 更何況你看 立陶宛都是執迷不悟 他突然又宣佈 禁止進口中國無人機 改進口美國的無人機 其實又是國家安全的理由 阿哥 你都用了很多年 突然之間才國家安全 當然 他真的不知道中國 這個一個中國的原則 是一條紅線 其實 你任何 挑釁這條紅線的行為 中國肯定會還擊 因為你踩過了 當然除了立陶宛之外 還有一個國家 就剛剛 完成了大選 很多歐盟的學者 就說這個國家 可能會退出北京主導的 一個 中國和中東歐國家合作的機制 因為立陶宛是最早退出來 你也是最早退 你這種敢為天下先 就搞到自己一副都是 那究竟是什麼國家呢 我們之前說過了 就是捷克 我捷克的選舉 不是選了那個叔叔出來 退出中國大陸主導的一個合作機制 其實中國中東歐合作機制 是 2012年成立 19年的時候 希臘亦都加入了 變成了17加1 立陶宛後來就說 沒有好處 退出 結果 他們就想著 這個機制沒有好處 就想著在台灣地區取得好處 結果 都是不似預期 比以前更慘 後來 波羅的海 其他兩所也相繼退出 目前是14個國家 參與 最近捷克 就是 有新的 總統 可能會跟著退出 中東一個個 其實是很渴望 很多的投資 他們 有些就說為何中國還不來 我們期待很高 雙方應該一拍即合才對 頂你 台灣有沒有一拍即合 因為你的基礎不行 你要明白你自己的體量 而且你的東西不行 如果 其實他們有個幻想就是 我跟他們簽了約 很快就有很多錢 不是這樣的 中國都很謹慎的 不是亂差地花錢的 現在 立陶宛就覺得 其實立陶宛真的打錯了預算盤 打算做什麼東西 半導體中心 只有千多萬歐朗 計算了那個什麼基金 我當你給10億美金 那又如何 你一直損失下去的那些 是否值得10億美金 剛才我們也說過 一定超過的 中立的貿易額也有17.2億美金 那就是笨實 不過我覺得小英又聰明了很多 引你來才能 反正他們改了名字 你又不敢改名字 改名字你又轉身了 當然了 當然了 現在 中歐關係每放月下 跟中東的國家更加 不是那麼好 尤其是波羅的海三國 不過這樣 大家不要忘記 有一個國家 也是中東歐國家 就是匈牙利 他們反而是 拿了這個 寧德時代的大合同 做歐洲最大的 這個電動車電池廠 所以 有機會肯定會合作 但是立陶宛說真的 可以投資什麼 如果是 近水流台才得月 為何德國不去 法國不去 英國不去 是的 這麼多年來 難聽說你要發了 你發不了 基礎那些 不太足夠 又想中國做冤大頭 給錢 其實現在不同了 中國在一帶一路那裡 有沒有吃過虧當然有 其實現在 吸收了經驗之後 肯定是要更加謹慎去花錢 你看台灣都給1000多萬歐羅 1000多萬 給你10億了 沒有 那10億還是整個中東歐去分 那你還給你多少錢 沒什麼肉吃 軟仔 中東歐國家如果是 當你每個都有 10個8個這樣的國家 那其實 真的是1000多萬而已 是啊 算了 他就當你是 請你去旅遊 帶你去夜市 吃一下 Sensuji 和喝一下真奶 黑黑黑黑黑 黑黑黑黑 黑黑黑黑黑的 Fashion 但是也不会这么迷 好,今次节目时间到这里,多谢各位,再见